台灣大道上機車轎車貨車走走停停 全都塞在一起 不是上班時間都可以這麼塞 根據資料尖峰時段 全台行車速度最慢的就是台中 平均時速大約22公里 全球衛星定位荷蘭製造商公布塞車指數 也用GPS計算出台灣六都除了新北以外 平均每10公里來看 行車速度最慢的台中 開車要花24分40秒 時速不到25公里 第二名是高雄 行車時間23分50秒 台北跟台南都是21分10秒 桃園最快只需要15分20秒 到處都塞車 台中成了最塞縣市 市府交通局統計出 四大最容易塞車的路段 包括台灣大道 中青路 五泉溪路 以及台慶四縣下扎道路口 假日人潮熱點還會出現 人車爭道的狀況 就在星光三月以及大圓板周邊 除了規劃大眾運輸太多車輛 違規占用道路的情況 也將用科技執法嚴格開罰 解決全台最塞的窘境 三地新聞王子瑜 謝文翔身外台中 採訪報導